欢迎大家收看娱乐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TVB前金牌监制美小青 名牌大晒冷 中古代陪伴30年超新镜LV珍藏逐个地 2023回顾27位本地名人艺人逝世 绿雨片一代小生黯然离世 TVB甘草港产片绿夜网永别观众 TVB前靓仔小生回乡引备为突变 粉丝见面会 直女model身形重精气出价超吸睛 极限越野车标进小巨蛋 攻影魔幻马戏团超狂炫技 卡蒂币直播骂跑粉砖 呛声烧礼物 请大家收看 TVB前金牌监制美小青名牌大晒冷 中古代陪伴30年超新镜LV珍藏逐个地 星岛日报 70岁的金牌监制美小青宣布退休 结束了她的监制生涯 她最后一部监制的剧集 法正先锋寺取得了最高的收视率 为她的职业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 退休后 美小青和老公刘家豪一起享受生活 经常举办聚会 她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手带收藏 其中包括多个LV手带 美小青家中有不少名牌手带 她最喜欢的品牌之一就是LV 她最近晒出的照片中展示了六个包包和事物 其中有三个是LV的中古款式 越于20年前购买 她写道 有些包包虽然残疚了 但她舍不得丢弃 因为他们曾陪伴她度过了许多年 是她30年前考虑在考虑才买的 网民们看到这些照片后 纷纷留言表示理解和喜欢 除了手带收藏 美小青还展示了她家中的豪宅 这个余千尺的豪宅充满了空间感 摆满了水晶装饰和奖项 她的家中还有一个大露台 可以欣赏到维多利亚港的美景 这个豪宅是她与刘家豪共同打造的 他们一起为家中天制摆设 营造出中西合璧的装潢风格 总的来说 美小青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 她除了享受自己的手带收藏之外 还与家人一起度过美好时光 她的豪宅也展示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美小青的退休是她辛勤工作后的福利 也是对她多年来的贡献的认可 2023回顾 27位本地名人艺人逝世 粤语片一代小生黯然离世 TVB甘草港产片 绿夜网永别观众 星岛日报 2023年是娱乐圈中不少明星离世的一年 其中 李文 可可因抑郁症 腿患和乳癌多年的折磨 于7月5日离世 中年48岁 她的离世引发了关于她死因 中国好声音的不公对待 以及与丈夫Bruce Rockowitz的矛盾等一系列争议 除此之外 还有音乐大师顾佳辉 日本歌手古村新思 演员关靖松等也在今年离世 在今年的离世名人中 还有一些令人惋惜的离世事件 例如 著名的藏族导演万马裁弹 因高山症和废弃种 在拍摄芯片时不幸离世 享年53岁 同时 著名形象指导张学润 因抑郁症轻生 年仅59岁 此外 YouTube频道威辣前 经理人阿金也在澳门自杀身亡 年仅29岁 这些离世事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反思 2023年的娱乐圈离世离任事件 让人感到痛心和惋惜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们的离世也是娱乐圈的一大损失 希望他们的家人和粉丝能够坚强面对这个巨大的丧失 同时也提醒人们关注和重视心理健康问题 为明星和普通人都提供更多的关怀和支持 TVB前靓载小声回乡引备为突变 粉丝见面会 执女model身形重精器出价抄西京 新岛日报 44岁的吴卓熙 近年来在内地的人气急升 她在内地综艺节目《披荆斩集2》中的搞笑表现 深受观众喜爱 被内地网民封为港圈颜值天花板 近日 吴卓熙惊喜出现在一场婚宴上 现场立刻变成了粉丝见面会 她亲切地与粉丝合照 并与小粉丝互动 网民纷纷调侃她 低估了自己的人气 甚至说她抢了新人的风头 虽然新人被抢风头 但执女画画的婚纱造型也很夸张 她身上挂着多只龙凤鳄和金饰 引起了观众的注意 吴卓熙在内地的活动非常受欢迎 她参加的综艺节目《披荆斩集2》 让她圈粉无数 她还成为了大湾仔的夜二的固定嘉宾 参与了多个内地综艺节目 她的搞笑表现和颜值 都吸引了许多内地粉丝 此次她参加的婚宴上 她的出现引发了一片热闹 粉丝们纷纷为上前与她合照 她也亲切地与小粉丝互动 网民调侃她 低估了自己的人气 甚至说她抢了新人的风头 尽管吴卓熙在婚宴上 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但执女画画的造型 同样引人注目 她身上挂着多只龙凤鳄和金饰 非常夸张 婚纱店还上载了画画的婚照 她拥有鲜瘦的身材和迷人的香肩和长腿 非常吸引眼球 虽然吴卓熙抢了风头 但是新娘画画的造型同样出众 极限越野车标进小巨蛋 光影魔幻马戏团超狂炫技 自由时报 光影魔幻马戏团 Lumia的首演 在台北小巨蛋举行 展示了许多惊人特技 其中包括了极限越野车 空中秋千芭蕾 铁鳄旋转和雷射光影女战士等 整场演出充满了 惊险刺激的疯狂特技 加上未来感十足的 魔幻光影效果 给观众带来了 更多意想不到的感官刺激 演出中 以反转重力的极限越野车为高潮 在小巨蛋室内场地 进行了令人屏息的演出 让观众肾上腺素飙升 整场演出 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笑声 卡蒂毕直播 骂跑粉砖 呛声烧礼物 自由时报 卡蒂毕最近与Offset的复合传闻 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 然而 卡蒂毕在直播中澄清了这些传闻 并对粉丝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要求他们闭嘴 并取消对他们的关注 他还表示 不在乎粉丝送的书 并威胁要将其烧掉 这一举动让粉丝们非常受伤 有些甚至注销了自己的账号 蛇诗曼变身女主播 大秀眼神杀 自由时报 蛇诗曼在新闻女王中 展现了教科书级别的演技 特别是在于李世华的对手戏中 他展现了出色的眼神杀技巧 这场戏中 蛇诗曼先是微笑着准备离开 但转身后又怒瞪李诗话 给人一种他在呛声对方的感觉 这一技巧被网友称为女王眼神杀 蛇诗曼认为自己很幸运能够在新闻女王中获得主演角色 回顾他的演艺历程 他表示一开始出演金融小说改编的古装武侠剧雪山飞狐女主角时 受到了很多负面评价 尤其是对他声音的批评 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些负面评价打倒 反而通过努力练习和建立自信 逐渐摆脱了负评标签 成为如今的港剧女王 蛇诗曼的经历告诉我们 面对负面评价和困难 我们不能气馁 而应该通过努力和自信来克服困难 取得成功 他的演技进步也是通过不断努力和思考来实现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让我们明白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 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就 张亚涵圆梦半个唱 上台前喝两杯壮胆 自由时报 张亚涵昨晚举办了他人生首场歌唱 800位粉丝挤爆现场 让他放下心中的重担 他在歌唱上表演了多首歌曲 还准备了台语串烧 并特别邀请了父母到场支持 此外 他还在节目恋爱上线中担任恋爱小天使 节目主持人梁鹤群和何于文也都表示愿意参与 张亚涵还呼吁民众发挥爱心 帮助弱势家庭儿童过年 杨子怡积深藏七年 尝试做幕后 自由时报 杨子怡最近参加了一个公开活动 透露自己将拍戏当作兴趣 并专注于佛法和书时的推广 他还透露明年已有三部作品洽谈中 并希望尝试幕后工作 拍摄一部关于道德经的纪录片 最近他忙于拍摄一部 由何润东指导的新剧 在平时则在阿西的公庙服务 他表示自己已经有六七年的机身身份 但之前被禁止对外公开 近来师傅放行他公开这个身份 对于感情 他透露自己目前还没有确定的关系 伯恩受骗 挨轰造假 外送人女儿致歉 自由时报 总的来说 这则新闻讲述了脱口秀演员伯恩 在一支影片中 赠予一名自称退役空军外送人五万人小费的故事 然而 军方表示查无此人 引起了网友的质疑 伯恩随后下架了影片 伯恩表示自己也是被骗的 但他的立委候选人陈凯宁 在脸书上澄清了故事的真相 并向伯恩道歉 并愿意退还小费 伯恩所属的公司萨泰尔表示 不需要退钱 伯恩也提到外送人撒谎的事情 但当事者的家人希望保持低调 许多YouTuber朋友都出面力挺伯恩 孙盛熙联手 克恩CC敲醒恋爱脑 自由时报 孙盛熙表示 NV中展现了他和克恩CC之间的真实友谊 他们就像闺蜜一样 互相鼓励和支持 而歌曲本身 则是希望能给那些因为恋爱而感情纠结的人 一些正能量 提醒他们要把重心放回自己身上 不要为了爱情迷失自己 克恩CC也笑称自己和孙盛熙 就像是那个会去敲醒你的闺蜜 他们通过这首歌 希望能给听众带来一些力量和勇气 Addicted的NV以夜晚的新门丁为背景 展现了两位歌手在街头唱游的场景 孙盛熙表示 NV的灵感来自于一张 Blackpink成员Jenny和Lisa 坐在某个店面外的照片 他觉得这张照片传达出了两个女生刚派对玩 坐在街头休息聊天的轻松愉快的感觉 希望能呈现出一种疗愈感 总体而言 孙盛熙和克恩CC的新歌 Addicted以派对感十足的舞曲形式 传递了正能量和勇气 希望能给听众带来一些安慰和鼓励 NV中展现了两位歌手之间的真实友谊 以夜晚的西门丁为背景 呈现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 日韩歌机奇剧 热身台南跨年 卡丽怪妞王爱相随 金士正化身吃货 自由时报 总结 卡丽怪妞和金士正将参加 2024台南好英跨年演唱会 卡丽怪妞魁为七年来台 感谢大家的祝福 并接受了台南市长送上的贺礼 她表示 婚后多了一个人的支持 成为了坚强的后盾 金士正第一次来到台南跨年 非常激动 并享受了台湾的美食 她也收到了现场准备的啤酒和笔记本 并表示很开心 大全阳金灯红白现唱 芯片高歌惹火老爸 自由时报 总结 今天日本NHK红白歌合战举行 大全阳首次以歌手身份登上红白舞台 她将与In Her Ass Green Apple主唱 Useraphane合作 令人期待 大全阳最近主演了电影日安 我的母亲 在片中哼唱其90年代名曲《魏之文》 展现了日本男性在父权社会下的苦闷 电影将于明年1月12日在台上映 Valory首次海外跨年县台粉 爽收永保安康纪念车票 藏密码 自由时报 Valory今年第二次来台南 与金士正一同在台南跨年 由于成员入伍和健康问题 Valory此次以私人体制来台演出 也是他们第一次在海外跨年 启贤表示 会与10万人一起跨年感到紧张 刚明则表示 他们会加倍用心准备 市长黄伟哲在记者会上欢迎Valory的到来 并送上了永保安康纪念车票 作为伴手礼 Valory表示非常感谢 并希望能够留下团体大合照作为回忆 永胜和言号表示 今年能够在海外举办演唱会非常有意义 希望明年能够再来 启贤则表示 希望这次在台南的演出能成为他最深刻的回忆之一 新片抢先看 梁朝伟金手指帝大帝斗志刘德华 迪士尼百年剧作《心愿是魔法》 自由时报 2024年跨年假期的电影选择多样 包括金手指 《心愿》 《人犬》 《春风静草》 《初恋你我他》和《擎谦扶生戏》等新片 金手指由梁朝伟和刘德华主演 再度展现双雄对决 《心愿》是迪士尼百年剧作动画片 讲述年轻女孩爱侠对抗独裁国王的故事 《人犬》有卢贝松指导 讲述男主角与狗狗一起捍卫生命的故事 《春风静草》是坎城影后得主 讲述单身男老师与身杖女教师之间的跌宕际遇 《初恋你我他》和《擎谦扶生戏》是泰国电影 前者讲述双胞胎姊妹的青春生活 后者讲述树民为了跳舞而忍受疼痛的故事 这些电影各剧特色给观众带来多样的选择 周游号召力十足 好口财募近三亿元 自由时报 86岁的阿姑周游热衷于公益活动 她每年都参与大量的社会服务活动 有时一天要参加六到七场活动 她的丈夫李朝勇表示 周游的号召力非常强大 仅仅通过她的内力和口才 就募集了近三亿元的款项和物资 周游表示 她乐在其中 并且每年会拿出200万人的私房钱做善事 她的丈夫开玩笑说 孩子们都吃醋 因为她捐了他们的钱 对于家中财政大权的掌控 李朝勇表示她负责管理 而周游负责签字盖章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